大家好,我是河北领标研板工程部的负责人李春超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咱们领标研板 归次板、先次板的施工工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咱们用于外墙或者是内墙整个它的干挂的工艺 这个是后板以打背栓的工艺来进行室内的干挂或室外的干挂 它的工艺整个是以咱们的后板12后或者15后及以上 然后在板的背面打背栓孔 然后通过背栓膨胀螺栓的形式固定在咱们的墙体的青光龙骨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边就是它的这个轮骨层 然后在外边就是咱们板上开这个背栓之后 然后利用这个脚码干挂